如果让月红灵听见鸡犬不留这四个字,想必他也会很后悔把刚刚救下的少年送入虎穴。 月红灵的信息太少,他得知的也不过是袭击,因何袭击,要达成什么结果,那是不知道的。 洛家庄怎么也是传承悠久的地方豪墙,据闻和大厦皇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庄上除庄主之外也多有高手。 血神教却不是特别强的势力,最强的教主据说也就是玄关九重。 整体虽强于洛家庄,可真要发动灭门之战,那可得清朝而出才办得到。 血神教根本都不在这区域活动,如洛庄主所言肃无瓜葛。 常理来说,不可能横跨千里清朝而出,那么大的动静,大夏朝廷又不是空气,只有可能是来少量高手,只为暗杀某个仇家,或者偷抢什么兵器秘籍之类,这是江湖常见之事。 这种情况,岳洪灵自认为可以帮得上忙,就算没有自己,庄上得了侍警也不应该出什么问题,所以走就走了。 他从没想过,洛家庄居然真的会因这是灭门。 对方确实没有清朝而出,确实只来了少量高手,只是这少量高手的质量有点恐怖。 赵长和站在杂物间门外远眺庄上的大伙,依稀可以听见远处庄主惊怒的吼声,朱雀尊者。 你们是四项教,不是血神教?哦,你如何知道是血神教? 妖媚慵懒的女生隐隐挑传,学教主,给本座一个解释。 没有解释的声音,也不知道是不是太远听不见。 赵长和倒是从这简单的对话里听出了意思,前来的主力还真是血神教,连教主都来了。 只不过他们也只是马前卒,真正的Boss叫四项教,这女人就是四项教尊者。 不知道什么实例,按洛庄主经路得带着颤抖的声音来看,估计很恐怖。 我,我洛家没得罪过你们四项教,朱雀尊者乃天下有数的高人,为何? 若只因为得罪了才有争斗,何来这乱世? 洛庄主竟如此天真? 女生似乎打了个喝歉,气劲交击之声越发剧烈,洛庄主呼得一声惨叫。 四周传来惊呼,妖女而感。 紧接着又是一阵爆炸般的冥想,女子的笑声远远飘传。 看上去一群洛家高手围攻这女子,还是被她在人群之中伤到了洛庄主,游刃有余。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? 女子懒懒的声音传遍,喊杀声开始扩散,火光四处蔓延。 赵长河转身就跑。 这不是看戏的时候,人家是来灭门的,可不会管你是不是今天刚来的。 她非一样地窜了出去,顺手抄起院中武器架上的一把单刀,直奔外面院门跑路。 只见洛七也矫健无比地冲了过来,比她开门还快。 两人对视一眼,都看得出对方的想法,一起冲了出去。 下一刻,两人同时停步,但疼地往后退。 前方火光之中,洛家公子洛振武带着亲随,慌不择路地往这边跑来, 后面追着几名身着鲜血绣纹的黑衣人,宁笑道,洛家小狗。 往哪跑? 朱雀尊者独占洛家高手,血神教的人负责清洗洛家其他人,洛振武显然是他们的重点。 结果这丝正好慌不择路往这边跑,把人引了过来,正堵在路上。 尼玛的谁说这抽卡抽的是出事安全之地? 从赵错到洛家,到底从哪看出安全了呀? R&M退钱。 当先一个黑衣人如同苍蝇展翅,飞速朝洛振武,扑了下去,火光之下,手掌透出鲜红的血色,直击洛振武的后心,显而易见是一种极为歹毒的邪功,挨着必死的那种。 洛振武忽然抓住身边亲随,往后一推。 随着一声惨叫,亲随浑身贪软,死于非命。 那血神教徒一愣,呵呵笑道,好个香弦。 洛振武拿有闲情理他,借机继续向赵长河与洛七方向跑了过来。 血神教徒挥手一甩,一道寒光掠过,落阵舞极闪,却没能闪开,惨叫一声捂着大腿摔倒在地。 就你这样也破了三重玄关,血神教徒失笑,提刀便要砍下。 正在此时,月下忽然传来一声轻柔的剑鸣,初听细不可闻,如溪水缠缘,可不知怎地,就变得浪潮奔涌,声明九天,朕的人耳膜都在作痛。 那血神教徒骇然抬头看天,只见一片剑芒从九天坠落,似月色挥洒,如春水连绵,冲宵的火光都似乎在这一剑下变得温柔起来。 可这如情人一样绵绵的剑椅之中,血神教徒却极其狼狈地惊退数丈,身边的下属只在刹内间已尽数身亡,就连死都带着温柔的笑意。 赵长河看得目眩神迷,一名女子踏跃而来,衣带飘飘,仿佛月宫仙子降临凡间。 背着光线,看不清脸,但显然不是月红灵。 这世界女人都这么强的吗? 春水见法明自俗了点,好看还是好看的。 那朱雀尊者也向这边飞掠而来,大老远的便挥手一甩, 树莓黑乎乎地暗器甩向那半空降落的女子。 女子下意识把暗器挑落在地,眉眸一宁。 那是什么暗器,那分明是几颗人头,其中一个便是洛庄主。 洛振武惊恐地拖着伤腿向后爬,躲在女子身后。 朱雀尊者落于场中,慵懒得轻笑,想不到居然是唐首座星夜而来。 看来洛家庄果然,呵呵,可惜您来迟了,洛家老狗已死, 唐首座何必拖着病区和我们拼命,不妨归去。 赵长和悄悄打量,这朱雀尊者也是一席红衣的女子, 只是月红灵的红衣是武士尽装, 此人的红衣却有点技袍的味道,秀着奇异的纹理。 她的脸上戴着一个半脸面具, 看不出面目,也不知年纪。 面具成活鸟之形,鸟会正覆盖鼻尖,露出下方鲜艳的红唇, 很是性感。 面具遮不住眼眸,在夜空之下透着清晰的戏血。 被称为唐首座的女子背对赵长和, 身着雕球,穿得很厚。 此刻无嘴轻轻地咳嗽,竟真是有些气喘病弱之下, 咳了好一阵子,才慢慢道,这是大吓。 两句话间,脚步升起,其他血神教徒四处围拢过来, 其中一名血衣大汉沉声道, 洛家倾倦尽数扶朱,止于洛振舞。 有劳学教主,朱却笑道, 唐首座,我们不知为何只有你独自赶来, 但你病体未愈,单人独立可护不住身后的瘸子。 真把自己陪在这里,成为可惜。 唐首座并不多言,只是挥剑指着对方,一时僵持。 赵长和心中暗道所谓唐首座很可能是官方的什么职务, 他不知为何独自前来,说不定身后大部队就快到了。 看朱却这模样挺忌惮唐首座的, 只要拖得片刻,或许还真能拖到官府, 来人就下洛振舞。 看看拖着伤腿,瘫软在地的洛振舞, 赵长和心中微动,忽然从院门后探出脑袋大声道, 谁说单人独立? 只要唐首座拦住他们, 我们可以背着少庄主逃离。 旁边的洛妻目瞪口呆。 所有人都是一愣, 朱雀尊者和血神骄众人目光森冷地盯着他, 连唐首座都回眸看了一眼。 赵长和无暇在意那秋水般的剪童, 大步上前扶起落震舞, 少庄主,我背你走。 留下吧。 朱雀尊者随手甩出一道鸿芒。 枪的一声, 唐首座默不作声地拦了下来。 见着模样还真有可能逃离, 洛振舞大喜过望地以着赵长和起身。 好,好,早知道你唇凉,朴实,扑。 话音未落, 一柄长刀捅进了他的心脏。 洛振舞瞪大了眼睛, 低头看看插在心脏的刀, 又顺着长刀看向持刀的手, 最后看相手的主人。 火光掩映之下, 赵长和的眼眸里有着与淳朴截然相反的兄弟。 玄关三众了不起吗? 又不是刀枪不入? 赵长和知道洛振舞怎么也是个恋家子, 如果自己直接提刀过去, 对方有戒备的话肯定杀不成, 只有作戏让他没了警惕, 果然一击得手。 那边朱雀尊者和唐守座都停了手, 都有些发愣。 赵长和喘着气, 低声道, 这是我入教的投名状, 尊者不会让我被官府抓走的对不对? 对。 朱雀眼波流转, 反而闪身护在了赵长和面前。 唐守座淡淡道, 被主之徒, 你们收留又有何用? 被主, 赵长和大笑, 他算个屁的主。 说着恶狠狠地把刀再捅身了几寸, 你途尽照错之时, 可曾想过今日。 洛振舞呵呵了两声, 眼里有些了物于悔意, 却说不出话, 很快气绝。 唐守座安静地看着赵长和, 想起路上看见的村庄, 心中已然明了。 他叹了口气, 轻声道, 此事之重, 非你可知, 你会后悔的。 赵长和拔出长刀, 大声回应, 念头通答, 何悔之有。 罢了, 唐守座摇了摇头, 问道, 可敢留下姓名。 杀人者, 赵长和。 。 尽未来 decide, 尽未来 deme法建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